哈喽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y的频道 今天呢 我们终于要录这期 真的是千呼万唤 使出来的十万粉丝回馈视频 这个视频真的得干干净录了 不能再拖了 再拖就上二十万了 我们先特别感谢小伙伴的支持 在年底啊 2020年 这个倒霉年的年底之前 拿到了这个赢的奖杯 我们已经把它供在了这个架子上 再次感谢大家 因为很多小伙伴 其实看Lindy的视频 一般都是在讲一些知识啊 商业啊 分析啊 找工作啊 这些东西 但是可能对我了解的并不多 所以我也想借着这次机会呢 能跟大家聊一聊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 和情况 交个朋友 对吧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先感谢一下大家 给我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几百条 我每一个都看了 还把它整理起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organize的人 然后我看一下这些问题呢 基本上可以分这么几大 三大类吧 第一类呢 就是跟我个人的经历相关的 比如说我成长经历 留学找工作 创业 up主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这种建议性质吧 比如说时间管理 情绪管理 感到烦恼 怎么这一些的问题 还有一类呢 就是跟找工作相关的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 所以我今天会先讲一下 我个人的经历 然后回答一些大家 比较关注度 比较高的一些问题 然后关于找工作这块呢 因为我觉得这块 可能不是所有的人 都在找工作 或者都感兴趣吧 所以呢 我开了一个 second channel 叫做Lindsay说求职 所以在那里面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更多跟求职相关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怎么去规划 时间线 怎么安排 各行各业 怎么找 每个行业需要什么 这些 如果有 大家这方面有疑问啊 都可以关注我的 second channel Lindsay说求职 我们一个人来说啊 我先说一下 我个人的经历啊 本人 Lindsay 中文名 我是90年生人 所以今年已经整整30岁了 hello 关于我是哪里人啊 其实猜很多地方都有 基本上都集中在 我们中国的北方 比如说有说是山东的 有说是东北的 有说是北京的 有说是陕北的 说哪里都有 其实呢 小林的家乡 是在我们中国 东北的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考验地理的时刻到了 你猜对了吗 就是大连 我本科是在北京读的 然后我的室友 全都是东北人 所以呢 我的口音就有一些夹杂 其实大连的方言 比较跟山东话比较像 就比如说东北话说 哎呀妈呀 大连话就是哎呀妈呀 就是这样 我的成长经历呢 就挺普通的 就在大连上初中高中 然后到09年的时候 就挺幸运地考上了北大 专业是经济学院的金融系 然后呢 我还修一个树双异业 就是数学双鞋位 最后时代学不下去了 我就没修完 最后呢 我就去了各大的 金融数学的这个硕士的项目 硕士毕业之后呢 我就进了纽约的JP Morgan 就是投行 做二级市场啊 具体的就是做那个 Aquity Derivative 就股票衍生品 在JP工作了三年多 然后之后呢 我就出来创业了 下面啊 很多小伙伴都问的 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 哎Lindy 你为什么要从投行 跳出来创业呢 首先创业 我是做什么的 我创业的这个公司呢 叫Offerbong 就是它主要是一个 帮助学生求职的 在线学习平台 就是在线教育 主要就是帮大家找工作的 为什么想做这个呢 就是首先 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 就感觉一头雾水挺困难 然后呢 我在工作的时候啊 就在JP的时候 我也参加那个recruiting 就整天去学校 然后面试同学什么 然后我其实自己 就有同学在Lindy上找我 说哎Lindy 能不能聊聊这个 聊聊那个 所以我自己私下 其实也帮助过挺多同学 然后也拿到挺好的Offer 而且那时候 我就觉得市面上 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那种 能帮助学生 去提升求职 各方面的这个技能 然后最后拿着Offer的 这么一个产品吧 所以呢 我就觉得 这个事吧 我可能是可以做的 然后呢 我也挺想 挺想干这事的 所以这是当时 为什么想做这个事的 一个契机 就像很多朋友问到的 其实都说 你面临一个选择嘛 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 特别简单的决定 其实这个 我自己决定做了 能有小半年吧 我在想 我是要留在JP 是一个很 很稳定 然后我很喜欢我的团队 包括我老板 然后做的事情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你能看到你未来 大概发展的这个 道路能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另一方面呢 如果说 我选择出来创业 那首先这个事情 我也很感兴趣 我也发自内心的 想把这个事做好 但是呢 它会有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不确定性 到底怎么办呢 对吧 我其实也挺纠结的 但在这里边呢 整个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两个事吧 给我的感触还挺大的 第一个就是 在我出来创业之前 我去参加了一个 Yoga Teacher Training 就是瑜伽老师的一个培训 那个培训呢 就是说如果 你想教语的 就像教师资格证吧 就你想去当老师 你得先有个证 在海外教瑜伽也是一样 就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瑜伽老师 你得先有个证 当然我不是说 我就要当瑜伽老师啊 就是我自己本身 就挺喜欢瑜伽的 所以那次正好 看着那个机会 然后我就去了 那个一共呢 是200个小时的培训 然后呢 时长是三个月 你想三个月 200个小时 就差不多 你平均一天啊 要去两个多小时上课 然后你自己回去 还得做练习 还得遮还得拿 然后你还得上班 就整个强度是非常高 然后那里边呢 就是除了教我们正常 比如说做瑜伽的 各种姿势 然后你怎么做 是最 对你整个身体是最好的 他在锻炼你哪儿的肌肉 锻炼哪儿的筋骨 还有呢 他还讲了很多 就是那种比较 就是spiritual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 什么人 这个七层 什么光环 什么都还讲的有 包括就是人的人体的 那个什么骨骼结构 还挺难 就比如说讲骨骼结构的时候 你还拿英语学 你想想那些 这些骨头 中文叫啥我都不知道 什么sternum 什么什么pillus 你就得背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本身教学是用英文的 然后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知道 瑜伽是印度起源的 所以呢 他里边很多的动作 都是印度语 有一个叫做sunscript 就是那种甲骨文 那种感觉的一个东西 就是做姿势的时候 都得背那个 Uttanasana Cataranga 就说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人的这个锻炼 还挺大的 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啊 我就说回来 为什么说他跟创业 这个联系比较多呢 因为我在上这个yoga teacher training的时候 整个班有20多个学生 真的就是各行各业 做什么的都有 有做consulting的 有在finance里工作的 有自己就是开舞蹈教学班的 有自己就是一个人 然后做一些珠宝首饰的 就是干什么的 各行各业都有 像我 我自己的成长历程 真的是非常的普通 就我周围的人 工作也都是在金融里头工作 所以我圈子很少有 这种这么 怎么说多样化的人群 然后呢 我就发现 其实他们每个人 在他们做的事情里面 只要他们很热爱这个事情 都能找到自己快乐的来源 就比如说 我在那个班上有个同学 她叫Alison 她之前是在那个CNBC 就是做媒体的 然后她当时 她就特别喜欢 把这种正能量的东西传达出去 她现在就在教瑜伽 整天又在Instagram 然后怎么着 又在YouTube上 就各种各样的教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 她特别的快乐 包括就瑜伽老师里面 讲那些这些什么灵魂的东西 我其实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当然我觉得我在那个 就是这种meditation 就是冥想这块 我自己练的不是很好 但是它确实是 让我去想了一些 比如说 我到底想追求什么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生活的意义 本质是哪 你就觉得 其实如果你这一辈子 能碰到一个 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是挺不容易的 这是我当时 给我比较感触大的一点吧 然后第二个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呢 就是我遇到了 我在创业过程当中的 第一个mentor 她叫Lucia 她是一个 意大利裔的美国人 就是在这边长大 但她的父亲是意大利人 就是她是个特别热情 特别喜欢乐于助人的人 就是我之前在有一段 讲那个英语的视频里 我说意大利人老远 他自己说 就是这个Lucia 当然她应该 不会看我这个视频 但是我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 特别特别感谢 能碰到这样的导师 就是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她是各大的一个校友 我们当时是在有一个 叫做Women in Business的 一个社团的活动里面认识的 她自己的经历吧 就是我觉得 就为什么我说她是我导师 因为她就正好走过了 我当时在面临的那个抉择 她比我大个有四五岁 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工作 她在BlackRock 然后她就是工作了几年 然后出来创业 创业干了几年做得挺好 公司卖掉之后 那时候她正好在选择 要继续创业 还是回到金融业 还是说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吧 当然她也在mentor一些 有这样想法的人 可能女生居多 所以我也挺幸运的 能碰到她 所以当时呢 就针对我的情况吧 她就跟我讲说 首先啊 Lindsay 你一定要意识到的 就是创业是一个 极其极其极其困难的事情 它的难度 绝对超过你的想象 很多人比喻说 创业像什么 就好像你从一个飞机上 跳下去 然后你在一边跳 一边组装你的降落伞 就是你随时都可能 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但是你一直在 不停地自救 我就处在一个 这样的状态 然后就跟我说 你要想象好 你之后可能会面 当然她给我举了一些例子 我就不赘述了 你要想好 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你会面临的是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真正 内心有坚定到说 你愿意去 为之奋斗 为之去牺牲掉 你现在所有的工作 你现在拥有的 你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你愿意去做这事 因为我有时候上班 我就在那想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解决 我这个网站应该怎么设计 这个流程应该怎么走 就是 你就会感觉 非常想做这些事情吧 所以当时呢 我就觉得 这个机会 这么难得 如果我现在不抓住 我可能之后 很难再能碰到 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了 所以我就觉得 与其要给自己留遗憾 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对吧 大不了 我就宁可我试的 最后撞的头破血流 我都要试一试 所以当时呢 我就下定决心 然后决定说 我辞职出来做 我要试试看 我其实自己后来 我觉得可能这个决定 我在心里边 可能早就做好了 但是呢 就是你需要一些时间 去说服自己 然后你可能那时候 也没有那么有自信 就是也需要各种 外界的声音 去帮助你做这个决定 当然我不是说 就是鼓动大家 说啊大家有一个idea 就一定要去开始创业 因为就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对冲基金的 他之前在高盛 然后后来去对冲基金 自己都疯疯活活 干了很好的一个基金经理 然后后来呢 他就跟一个朋友说出来 自己要单开一家hash fund 投资人的钱都已经拿到了 就联系好了 就基本上这个东西 一建成 钱就哇进来 然后他们就感觉 马上就可以run起来了 对吧 因为他们那个策略都有了 但是呢 就这个事 前前后后又要牌照 又要公司建立 又要这要那 又要法律什么 乱七八糟 弄了一年半 最后这个 前前后后这个基建没打好 最后实在是不行了 因为可能创业前期 你根本就没有收入 所以最后就 不得不放弃这个 很好的想法 最后我这个朋友又回去 做基金经理了 当然也是很 很好的一个职业了 但只不过就是 我就想说创业过程当中 你不可预见的 这些困难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我不能再说了 再说这个话 就这期可能就得 录一个小时了 所以如果 大家对创业感兴趣 我准备 在这期下一期 单讲一期 就是我自己的创业历程吧 算是 整个当中的一些体会 包括我遇到的困难 我有的pivot 然后还有一些 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我下一期可以单开一期 跟大家聊聊 我的创业故事 来我们说点轻松的 我们说说下一个问题 就也是很多小伙伴问 说那Lindsay 你为什么要开始做up主呢 其实之前有一些人 觉得我创业是做up主 但其实up主是 就是斜杠青年的 另外一项事业了 说到我做up主吧 其实还挺机缘巧合的 因为我不是做那种 求职方面的咨询嘛 就帮学生去找到 最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我就发现 我经常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重复我自己 我就一直在说一样的话 特别没有效率 因为我知道我是个ENTJ吧 就非常讲究效率 所以当时呢 我就录了一些 跟找工作相关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简历常见的错误呀 领硬上怎么reach out呀 networking怎么讲呀 to my surprise 就感觉反响还挺好的 大家都觉得 挺有用挺干货的 就瞬间我就感觉 哇我的价值被认可了 就我觉得很高兴啊 然后后来呢 因为我自己也在创业嘛 然后我也会学一些东西 比如说看一些商业的案例呀 看一些分析 或者是学一些 这种知识性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很多信息 其实也都比较零散化的 但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会希望能把这些东西 能够比较系统的了解清楚 那了解完之后 我就想 那我学都学了 对吧 最费劲的事都做完了 那我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做成一个视频 然后分享给大家 就我看有很多视频 就是说 感觉好像很高大上 讲的云里雾里的 你听完之后 你就感觉 哇这up主好牛X呀 但是过了一会儿 你就感觉 我好像什么也没记住 我也没听懂什么 因为我自己平时 在学东西的时候 我是希望有一个比较 体系的框架 这样我知道原理是什么 一步一步怎么样 得出这个结论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我记忆会更清晰 然后如果说 我有这个框架了 那之后 再有一些新的信息 输入的时候 我也知道 OK这些信息 是fit进哪里的 这样的话 我这个知识体系 可以更丰满一些 所以我讲的时候也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讲得很小儿科 但是我是比较希望 通过就轻松一点 也比较浅显一点的方式 能把这些原理的东西 能够讲清楚 这样的话 不管你是想来 乐呵乐呵 还是说你希望 听到一些知识性质的内容 就是可能十几分钟 听下来 希望能让大家都 有所收获吧 因为你看 也有更多的人 来听我BB 而且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其实我内心也挺高兴的 我觉得自己也挺幸运的吧 就是能把这些 我自己的爱好 我的输出 和大家的喜欢 又对大家有帮助 把这些东西 都能给综合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 现在这个频道 慢慢地发展成一个 更偏这种商业 消费 广泛的知识性的吧 不过当然 作为在创业当中的我 我觉得我在做一件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就如果能有一个channel 让大家了解到我 了解到我在做的事情 了解到offer帮 我觉得这对我自己创业 也是挺有帮助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开始做up主 就做up主的体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commitment 就是首先做一期视频 真的很花时间 前期的research 到拍 到后期的剪辑 大家不要看 我每次一个视频拍出来 可能最后放上去 十几分钟 这个视频我录 我光坐在这录 我就得录三四个小时 最后录出来的那个原片 差不多一般是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要剪 剪剪剪剪剪 把那废话全删 因为我太能说了 被画全删了之后 最后就精简出来 一个浓缩着各种知识的 十几分钟的小视频 这个视频 比如说有些人周梗 有些人双周梗 有些人一周双梗 那我太佩服你了 你长期不断地 要想这个事情 你每天在想 我下一期视频讲什么呀 我就感觉这个事 是个还挺花心力 花时间的事 有人问我说 你怎么练习语言表达 就我觉得 做up主这个事吧 还挺锻炼语言表达的 就我这个人 是个挺画牢的 就是说话 有些人说 有的时候看我视频 都不知道放没放双倍速 然后仔细一看 没双倍速 就我说话本身 可能语速就比较快 然后中间我又不喜欢空白 就所以有的时候 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 当我没想好要说什么 我就会 说一吐露 然后去填充那个空白 但我自己剪 我自己的视频 我就知道 那些话最后都被我 全都大刀扣布地剪掉了 全是废话 我自己慢慢就能练 就现在 比如说我没想好说什么 我就停一会儿 我想好说什么 我再说 这样我剪视频的时候 就更顺一些 我还挺惊讶的 因为我看留言 有粉丝是那种 想学中文的 然后看我视频学中文 我感觉非常的荣耀 当然做up主之后呢 也有的时候 会收到粉丝的催更 Lindy你什么时候更新 Lindy明天就是周四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还是挺幸福的 一个事情 就是感觉 做的这个是有人看的 是有价值的 所以也是特别感谢大家 能给我这样的动力 关于更新频率这事呢 我其实也自己想过 就在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吧 我有想过 想去周更 或者说十天一更 这样一个月能更三次 但我后来就觉得 因为我做的这些内容 都还比较偏知识性 所以我还是希望 每件事 我想把它说明白 这样的话 我需要花时间去做研究 因为还有一个公司要运营 所以确实 我就自己衡量了一下 在让我自己 不被burn out的情况下 可能双周更 是我现在能维持的 一个比较 持续性的频率吧 所以也希望大家体谅 大家 对如果说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 随时跟我留言 因为就像小翔哥说的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阿富主为素材而疯狂 很多小伙伴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又要创业 又要做视频 这中间是怎么去 管理自己的时间 首先我觉得 我可能是一个很拼的人 就是我真的不休息 所以可能我的时间 就会比一般人会多一些 就工作的时间 但我感觉时间管理方面 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建议吧 我先说后面这几个问题 我就是说一下 我自己的观点 不是教唆任何人 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我只是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方法 就第一个关系时间管理 我觉得最主要的 就是要有目标 有计划 我很好的一个办法 就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 你写下来之后 你可能就发现 你真正让你在那烦的 可能就是那么 其中一两件事 那你把这列出来之后 你拿那件事拿出来 其他那些 可能就很容易就解决了 OK 我觉得我在人群当中 肯定算是乐天派 用忽兰的话说呢 就叫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我有的时候都觉得 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 有点过度自信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个人感觉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当你知道 自己想干个什么东西 就慢慢把你的精力 都花在那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那么介意 那些外界的那种声音了 就有点像 你比如失恋了 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紧有个新欢 对吧 就你自己忙自己 高高兴兴的 那些负面的声音 自然而然 它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 关于衣品 怎么穿衣服 穿搭 我平时比较喜欢 那些衣服的品牌 我就放到下面 信息栏了 然后感谢小伙伴 可以去那看一下 对了 有小伙伴问到 Lindy的感情经历 其实我呢 我不是单身 我已经结婚了 我结婚七年多了 我跟我老公 是在大一本科的时候 就在一块的 然后就一直在一块 所以 完 好了 今天终于 达到这所有的问题 我 首先我特别开心 跟大家分享这些 希望能给 大家提供到一些 参考和帮助吧 所以大家如果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 给我留言 让我们一起期待 到二十万的时候 我再来 更详细地解答这些问题 那最后也祝大家 Happy Holidays 新年快乐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 都能收获到 自己心仪的 一切顺利 不对什么东西 好了 新年快乐 这就是上一集说的 气泡酒 如果还没有看 葡萄酒那期的小伙伴呢 可以赶紧去翻一下哦 我不管了 我就要去搞 你叫什么 就是这个 然后呢 然后他 就是 嗯 嗯 嗯 哈哈哈